哈喽,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祝福你们,我们再有一次再来思想思考,去领受神的祝福,感谢神哦,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领受一个话语就是说,神要我们要去领受从上头来的呼召,我读给你听那个菲律比书,他说道, I pledge to work the mark for the pric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Christ Jesus,我刚才在想这个话语的时候,我要祝福你们这个话语,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的时候,我们领受这个话语,写到菲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保罗留下这个话语给他们,弟兄姐妹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错了,我只有一个心志, 他的意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他努力,努力去学习神的话语,是最好的,我们努力去做工,我们努力做神,在我们的家中,建立我们的家,你收入好了,这个是好的,可是最好的,就是当我们努力去领受神的话语, 当我们努力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把耶稣发在中心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生意,你的财产,你的经济,你在每一个地方里面,在每一个地方里面,都蒙祝福,因为耶稣是你的中心,所以他说,向他忘记背后,努力向你前走,向着飘关自跑, Amen,神的交换给我们,然后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朝上面,去得的奖赏,the high calling of God,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high calling of God,所以我希望你们去领受啊,神在你们生命中,所造的东西,所护照你的,比如有些的是老师,有些是教导,有些是服事,有些是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全部人都是传福音,可是在神的恩告中,给你们啊,去领受到,最好最好的啊,就是, 主耶稣跟玛大,关于玛利亚的,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哦,他说到,但是一件事不可以介绍的,来,主耶稣是不可以介绍的,马利亚已经,找到那个上好的部分,从上头来的,是不可以脱却的,这是神的话语,来,所以我希望你们,接着去领受今天,来欣赏,这个教导,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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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圣经教导中,已经有四课了,今天是第五课,前三课就是,以恩典的,啊,已经啊,去view啊,关于,怎么去读圣经,关于这个,尤其是这个,圣经和这个,四个复语,来,我们有三课了,然后,如果有,有机会以后,我可以加接下去,这个是一个 series,来, 然后,啊,然后,啊,第四个呢,啊,那位姐妹刚刚帮助我们的,啊,今天是第五个关于那些,我们去查,那个圣经的apps里面,啊,这个是一个 series,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啊,我们可以,explore多,然后,还有更,有多的,啊,有些更狂的,啊,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想,哇,我跟你说,你, 这个非常好,非常好,这是神的祝福,啊,是free的,哦,所以我们用internet,啊,我们可以学习到,啊,神给我们这个free的,我在思想跟才,是吗,我就想到关于这个启示录里面,啊,在两千年前,啊,神给于耶汉,哦,使徒耶汉,写到两个人,啊,他的意,意到,就是摩西跟伊利,啊,像传妇婴被杀死,哦, 然后过后,他会复活起来,他被杀死的时候,啊,圣经写在那里面,全世界都看到,一两千年前,全世界都看到那个,他在那里面,现在,就看到,所以,现在的时代啊,是,我们已经跳进这个末日时代,所以好好去利用圣经中,啊,神所赐给我们,尤其在internet里面,这样,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来,然后,如果我们没有, 没有善用,魔鬼用,神祝福他的孩子们,去善用神的话语,关于,去找,神的话语中,关于他的言文,啊,他的含义在那里,啊,是在这个internet里面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去听,好好地听,然后我们的教会非常好,就是他有,当我们分享完了,他有录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地慢慢放出来,来,你们在YouTube可以看到的,然后你可以收集起来,放在你的YouTube空中上, 他不会乱到你的手机,啊,不会乱到你的,这个,收集里面的,啊,你们可以去,收藏起来,然后可以再重复地看,哦,这是神的祝福给我们的,OK,所以,啊,现在我,把这个时间,发送给我们的年姐妹,她,真的她很有心地做的, 这个是一个祝福给教会,她很有心地做,她是集中一期教会里面,啊,很有,很有心地做,她下功夫的,所以你说要听那短短的,啊,五十分钟,还是六十分钟里面的,啊,她是用很多的时间去,去准备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集合去听,然后,开着你的心坎,去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OK,啊,好, 哈喽,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弟兄姐妹,好,平安哦,啊,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主题,啊,就是基本查考圣经单词,啊,第二集,啊,啊,要如何的,使用这个,希望爱呢,圣经工具,啊,在,啊,我们当中,啊,相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来的,啊,啊,第一次来上课,可能今天的分享,啊,对你们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啊, 但是呢,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教会同工呢,会把这个,啊,课程,啊,会,啊,upload去YouTube,啊,到时候你们才来问,啊,重新的温习一次,然后你们就可以,啊,慢慢的学,啊,所以,啊,我相信今天也是有录音咯,啊,然后我们就会,再upload,啊,上去,好,啊,信经,我们手上的信经呢,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读华语的,啊,我们,哪的圣经呢, 都是啊,都是啊,华文的,而有些是英文教育的,啊,他们都是,采用啊,英文的书本,啊,这个圣经版本,啊,所以呢,我们,不论是什么语言,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哪,啊,都是采用这个,啊,旧约,或者新约圣经的原文翻译出来的版本, 所以,啊,就是,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读懂神的话语,啊,就是好像他们,啊,这个旧约,都是用这个,西伯来文,啊,他们的原文,他们的文,啊,他们的语言呢,我们是看不懂,啊,听也听不懂,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华文版本,啊,给我们看,明白神的话语,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当我们读翻译版本的圣经的时候呢,啊,我们会读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恩典,我们常常都听到,啊,牧师的分享,传道的分享,恩典,啊,到底恩典怎样去定义它,或者是说我们又听到一个,哦,公义,啊,耶稣基督,啊,给我们公义,那到底公义是什么东西, 啊,这些,这词,哦,就单词,我们常常听到的,但是,实在是很抽象,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大概大概只知道他的意思,哦,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去啊,晓得,哦,这些,啊,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字呢,哦,我们怎么办呢,哦,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教大家,看,如何看他们, 西伯来,问他们的词典,就是说他们的日典,哦,他们,啊,如何,我们怎样去找他们的, 日典的意思出来,就是当我们看一本圣经,我们看到恩典的时候呢,哦,我们要查他的原文的日典, 因为字典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呃,我们要如何呢,去,啊, 怎样去查考呢,就是,啊,有一个,呃,工具,我们是需要进入,才能够查到的, 所以这个工具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哦,就是兴旺爱圣经工具,啊, 兴旺爱圣经工具是一个华文版本的,哦,所以,啊,呃,这个, 英文版也是有,哦,我们看哦,这个是,Blue Letter Bible是英文版的, 是英文版的,Bible Hub也是英文版的, E-Sword呢,是必须要下载进入你的电脑,然后你,啊,可以安装在你的这个电脑里面,哦, 哦,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呃, 呃,信旺爱,哦,圣经工具,这,这四个,啊,都是,啊,免费的,哦, 所以我们,呃,在这个市场上呢,这四个都蛮流行,而且也是,呃,可靠的,哦,啊, 所以,不用花很多钱,也不必花钱,啊,去使用,我们就可以研究到神的话, 哦,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好,呃,英文版我们是不会教,哈, 今天是没有,没有touch到,只是说,啊,有可能如果有用, 有,有那几个地方要进入英文版,我才分享,如果没有, 就单单只是教这个中文版的,叫,呃,圣经阅读,哈,好,啊, 啊,还记得吗?上一次我分享的,这个,西伯来文,啊,西伯来文的字母表,看到吗? 这左边的,那,西伯来字母表呢,有,啊,好像我们的英文,啊,或者是巴萨,哈, 哈,我们的英文,A,B,C,这样子的读哈,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哈, 哈,他们是从这里这样子下来,哈,然后再往下去,哈,啊,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字母,哈, 字母,他的名称,我们叫他ALEF,哈,然后他的发音,这个是没有声音的,哈,没有发出来的, 然后这是B,哈,BATH,哈,BATH,他的发音是BATH,啊,BATH,还是BATH,哈,然后其他的等等,哈,你们可以去参考,呃,如果你觉得,呃,你没有时间去查考也无所谓,但是,呃,如果你能够去认得他的形状,哈,我是鼓励你们去认他的形状, 比如这个中间的三个字母,哈,啊,这个好像一个,一个山这样子,或者一个牙齿这样子,哈,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字母,啊,信哦,啊,然后呢,这个中间呢,哈,就是那个手杖,好像木人拿的杖,哈,就是LAMAK,哈,然后这个是MEM,M呢,就是,啊,好像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盒子这样子,哈,其实,呃,啊,这些你认他的形状就可以了,哈,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原读,啊,去读他的这个,啊,文,叫文法,哈,啊,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有圣经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哈,所以不用担心,看到这个字母,看到我们真的是不认得他,哈,所以,啊,不用担心,啊,在这里我,啊,这个,西伯来文,哈,单词,啊,他们的字,啊,他们都是从,啊,从右边,哈,读到左边的,哈,然后写呢,也是,从右边呢,啊, 哦,往下,左边去,哈,所以是这样读,哈,这样读下去的,哈,这是很基本的,哈,大家,啊,去学习,好像我们华语,我们看,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华文,课本呢,也是从,从右边这样读,读向左边的,哈,所以对我们可能不会陌生,哈,好,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啊, 字根,啊,我们叫他child root,啊,child root是他的根,啊,啊,三个字母,三个字母,哈,啊,child root是三个字母,还有parent root,parent root是母根的,母根是有两个字母,它们是一个根,它们属于根,哈,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子,哈,它有一个根,哈,然后,这个根呢,它会延伸出不同的,啊,这个词,OK, 不同的词,啊,它们怎么延伸出来不同的词呢,就是,它们,啊,会加一些母音,哦,母音就是,我们所谓的,A,E,I,O,U,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哈,我们拼音,我们打一个,啊,信息的话,我们用拼音,啊,你,就N,I,啊,那个I,就是母音哦,我,就W,O,那个O,就是母音,他们,啊,西伯来文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母音,他们是,R,A,E,O,U,哈,所以他们,这个,三个字母,加上母音,就发出不同的声音出来,然后呢,啊,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发音,就有,稍微有不一样的意思,哈,稍微有不一样的意思,然后你注意到,哈,这里,这三个,哈,都是,三个字母,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看到,OK,三个字母,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他的意思呢,也稍微有不一样,比如这个是动词的,平安是动词的,哈,然后繁荣平安是名词,哈,然后这是一个形容,形容一个东西,哈,形容词,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这里会看到多一个字母在中间,啊,中间,哈,有时候,他会在后面,这个叫字为,哈, surface,哈,他会夹在后面, 啊,他的意思也,也是会有不一样,哈,然后呢,在这里,最后一个呢,啊,前面,叫 prefix,哈,就是字首那边,就会加了几个字母,中间又加了几个字母呢,他的意思呢,就会,有不一样,不过,有一个很特别的,哈,西伯来文,他们的这个,啊,语言,哈,是很特别的,跟我们, 世界,我看是没有,没有像他们这样特别的语言,怎么讲呢,就是他们的,呃,一个词哈,一个单,一个词而已哈,就有很多的意思,很广的意思,我这里,呃,我没有写完哈,因为,我这里powerpoint是写不完,太多意思了哈,有一些,呃,他单单是,Shalom, 哈,Shalom就已经有健康啊,平安啊,啊,啊,还有祝福啦,啊,完整啊,等等,所以,呃,太多了,所以,呃,我们有时候学习神的话语呢,啊,真的是很丰富的,如果单单用我们话语,来看一个Shalom,这个意思呢,哈,我们就以为是,哦,你没事,平安,大家都,啊,安好哈,没事,没有战争啊,还是没有什么,啊,那我们就以为, 平安就是这样意思,但是,其实不是单单这一些而已,他还有其他的,更深的,意思在其中哈,好,这时候我们接下来看,圣经上下文和用法的作用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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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的含义,刚才我讲了,哈的半围十分广泛啊,然后取决于用法和圣经的上下文,来决定每个单词的原意和用法的作用,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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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我 我有解释的 单单一个词就有很多意思 有的来到 50个意思 有的来到70多个意思 所以真的太丰富了 神的话语 我们不查是我们的损失 怎么讲呢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祝福这个字 表面上我们看是祝福 在我们的翻译本圣经 我们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 或者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孩子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祝福 我们以为是一个 可能在经济方面的祝福 还是其他的健康 还是说一些好的话祝福他 但是呢 他其实他意思是蛮多的 我只是列几个 就是去洗祝福 诅咒 致意 喜悦 赞美 等等不同的意思 等等就是写不完 你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诅咒吗 所以我就 有时候呢 我们看了 祝福怎么会有诅咒这个意思 很奇怪的 他们 所以我们就 当我们要解读这个祝福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查考上下文 就是说 前面你可以查考前面一章 然后你那一章你也继续读 在下一章也继续读 你从上下文呢 你来看他是在讲什么 如果他是在讲神的祝福 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 那你的 可以找他的意思呢 就是去洗祝福 可能致意啊 喜悦的事情 赞美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关系到好的那一方面 那如果那个祝福呢 是 是用诅咒的话呢 那这个你就 你就要翻译成诅咒了 所以我们 要很小心 但我们看他很多的意思 查出来的意思呢 是蛮多的 我们就要看上下文来 解释 你所读的那一章 你所读的那一个字 所以我们 这个我必须要强调 我真的是需要这个来定义 你所看到的那个字的意思 让我们看这个 这里很多 这个就是Salam 还有很多 我是从他的字典拿出来的 他的字典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意思 我是把一个例子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在这里我要大家看一个东西 比较重要的 就是有看到这个H7999吗 H7999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H8000 H8000一等等 下面 这个就是Strong Number Strong Number就是什么呢 是号码 为什么叫Strong Number呢 因为是有一个神学学者 名叫James Strong 他发明了这个号码 他偏给每一个这个希伯来的词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号码 当我们 我们是这样子 当你采用这个号码呢 号码跟号码连接的时候呢 他会带我们进入他的字典里面 虽然你不明白 但是我会跟神路的解释 比如在这里 可以看到吗 好 这个原文编号呢 有两种 一个是H7999 有看到吗 等一下我看 H7999 H呢 就是Hebrew 它英文是H 它就是 反正你看到旧月的 前面就会有一个H 的Strong Number 它有一个H的字母 然后后面才是号码 然后 新月呢 新月是采用G G是Grid 然后后面才是号码 所以Strong Number 是这两种 这两种 所以当你读到旧月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它是H的头 在那边 新月就是G的 好 这个是 圣经 那个工具里面 我把它拉出来的 看得到吗 这个是 四十纪的第七章 第一节 都是 这个是 耶路巴黎 就是基电 他和一切 跟随的人 早晨起来 等等 我们一般 一般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圣经呢 都是 字 都是这些词 都是一个一个的词 但是 不会有号码的 对吗 我们的电话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脑 Tab 我们通常都不会有说 去说 开一个Stone Number 来查 但是 但是 开它是好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查 它的字典 比如说 这个字呢 早晨呢 是07925 当我们按这个号码的时候呢 它就会连接 去它的原文 它会带我们去它原文 从它的原文 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意思了 好 我这个出来 这些都是 它的词典里面 我把它拉出来的 只是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 这个是Salam Salam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就是和平 友好 使和平 完成回报 还有其他的 在英文翻译的比较多一点 法语可能翻译没有完 这个呢 还有H8000的话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 使完成 结束 英文是 to be complete be finished be sound 等等 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字根 刚才我有讲说 字根 还记得吗 字根 是三个字母 形成的 从字根呢 它就会伸出 延伸出 其他的词 刚才我有 再一次的 有分享 字根是非常重要 因为等一下呢 你会看到 字根 它会支撑 全部 它所延伸出来 那个词的意思 它好像一个 它的骨干 就好像它的 backbone 这样子 它会支撑 它们的意思 意思是说 这些 这些 它延伸出来的词呢 都会 跟字根的 意思 是有关系的 有关联的 大家要明白 它的这个concept 这个概念 就是 字根呢 是一个一棵树的根 然后就生了 字根 然后生了很多的字子 这些词呢 就是它的字子 所以那个根呢 它就是供应 它的DNA 还是它养分 还是什么 它们这些字子 都需要它 给予它的意识 所以都是有关系的 只要大家记得 这样就好了 这里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个就是它的母婴 然后它们的形状 是两个点 然后有一些 看起来好像是 给大家看近一点 好像一个打领带的 有一些是点在这边 也是点在中间的 这些是它们的母婴的形状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也不是 今天不是要去读 这些文法的东西 今天是教大家 怎么去挖 它的那个 日典里面的意义 好 在这里 我还有要大家 认 看还有什么东西 好 对 在 圣经和和本 跟King James Version 只有这两本 目前 比较稳定的 只有和和本 跟King James Version 会有采用 这个strong number 其他版本没有 等一下我会 指给大家看 好 这个我觉得大家 如果能够的话 把全部的这个 精神 耳朵 来听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希伯来文 他们的构字 的系统 他的那个字呢 是如何的构造出来的 这有分成四层 四层 这个这一层就是字母 就是刚才我给你们看的 有 Aleph Beth Dale Gimel 那些 就是我们的ABC 类似 这个这一层呢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Alphabet 他们的字母 这个层呢 是字根 它是母根 这一层是 也是字根 但是它属于子根 child root 一个是parent root 一个child root 接下来 从child root那边 就会延伸出 词了 所以词是属于 可以说是第四层 第四层的 所以我们 怎么讲呢 我们要注意 就是 我们看 我们查这点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读到的字呢 有可能是属于 词而已 它不是字根 所以你当当 像比如说王 你读的话呢 可能它只是一个词 名词而已 但是你要找它的字根 当你找它的字根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意思了 OK 好 现在我就从上面慢慢解释下来 那字母呢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两个字母 一个是这个lamet 一个是calf 这两个呢 字母把它 连接起来的话呢 就形成一个 它的母根 母根 其实母根是有意思的 这个母根 就是步行 旅行 统治 它是在诉说一个故事 这个lamet呢 其实是牧人的杖 这个calf呢 是一个手 手握着杖 这个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游牧民族 他在路途行走的时候 他手里拿着一根杖 为行走呢 提供他的支撑 那同时呢 他也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防止野兽的攻击 或者遇到小偷的时候 这个杖可以保护 所以他 他有类似 类似步行的意义 在里面 旅行 统治 因为这个杖 可以帮忙 control 控制 这些敌人 所以他的意思 其实是有 有在其中的 所以从这两个 这个意思呢 他就会延伸出 三个字母的子根 然后从两个 母根是两个字母 子根是三个字母 为什么一定要三个字母吗 因为没有三个字母 就很难形成这些词 所以为什么会有子根呢 它是一个 一个怎么讲 它就是从这个母 母根里面的这些词 都是一样的 你看他会 重复 他会重复 Lamec跟那个calf 也会重复 然后他加了一个 alive在中间 当他加了一个字母的时候 他的意思 也是有不一样 但是 跟他的母根 也是有关系 所以好像一个 母根就生 就延伸出三个 其实还有很多 我是没有列出来 毕竟荧幕不够大 所以只有把几个列出来 给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分出这三个子根 就是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这个子根是讲到统治 统治 然后这个子根呢 就讲到走 去往来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为别人而行走的人 为别人而行走的人 他的意思 这三个意思 也是跟他的母根呢 也是有关系的 母根的意义 他的含义 母根的意思呢 他会比较广 比较general 比较广 来到子根 子根 子根呢 比较属于具体 比较具体 他的意思呢 就是他会比较focus 他不会那么散 来到子根的时候 会比较讲讲 比较专了 他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 都是子根 这两个都是子根 只是我们把它分成 一个母根 一个子 从这个子根呢 就延伸出不同的词 这个也是 延伸出他自己的词 还有这个统字 也是延伸出他的词 然后你会看到 有些会重复的字母 都会重复的 mem ok 然后lamec 还有一个calf mem lamec calf 都会重复的 这些字母 所以他的意思 会延续下去的 所以不管他是什么字 他都有存在一个什么 共同的主题 a common theme 所以这些词延伸出来的 都会有 都会有 共同的主题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ok 贴好 比如 比如这个是统治的话呢 就关系到国王 这个 自根 chow root 他的意思也是 国王成为 王后 劝告 商议 通常自根 是动词 动词 自根是动词 从这个自根 就延伸出 有时候会延伸出 名词 有时候会动词 有时候是 接词 形容词 那些 可能是文法 不会 不用改词 你们有空的话 我会跟你们讲 在哪里去读 这些文法 好 统治 当然统治呢 一定会延伸出 一个王 这个是王的意思 这个是王后 统治的权力 王国 劝告 还有奸淫 这些都关系到 统治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是 去走 往来 这个就是 走动 这个延伸出来 是脚步 这个词 是行走 旅行同伴 道路 这个就是 前往 还有这个 这个是旅客 这个 这一些呢 跟他的 字根呢 都有一个 共同的主题 就是走 去往来 还有其他的 等等 来到这个 字根呢 就是 一个为别人 而行走的人呢 就是包括一些 好像 一个 信息 就是传信息的人 以前 在他们 旧月时代的时候 他们不像 我们现在有车 汽车 可以 或者飞机 都可以把 信息 都这样子的 寄过去 但是以前是没有的 他们必须要用脚 经过不同 不同的 爬山 下海 还是什么 就是要把信息 传 传给另外一方的人 所以他们都需要 走动的 使者就是 ambassador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使者 是一个职业 等等 所以我们注意到 这一层词 你们注意到 这一些 词 的意思 都很有关系的 都很有关系 因为 毕竟 这些词 是因为 他的这些字母 都是 从这个 母根而来的 好 大家会明白吗 只要知道 他的concept 是这样走的 就可以了 因为 当你查字典的时候 当你 比如说 你读这个王 这个王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从这里出来 我是如何找到 这个字根的意思呢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读到有一个王 这个王 比如 我说 我不明白 这个王的意思 是什么 这举一个例子而已 我是如何查呢 好 我就出来 就出来 好 我会跟大家怎样 解释 这个就是 圣经 这个圣经阅读 工具 我现在 大家有收到 那个whatsapp 他有他的link 你们可以按进去 就会来到这里了 对于那些 如果你觉得 你很想学 希腊文法 或者 希伯来文法的话 可以在 这一边 读 按进去 就可以学习了 或者你要看的是 video的 希伯来文法 十二堂课 video 也可以在这里学习 亚兰文等等 我们今天会采用的是 这个圣经经文 阅读 这一边的 这里是旧阅的 旧阅 然后呢 旧阅呢 就有这个华文的翻译本 有很多 有何鹤本 新义本 还有其他的版本 可以随意去按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不同不同的语言 的翻译本 英文呢 英文是 这几个不多 但是鼓励大家用 是King James 跟何鹤本 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 才有那个 strong number 等一下我会 指给大家看 如何去找 还有其他的 台课语的 什么语言都有 不同翻译版本的圣经 有一些 还有韩文的圣经 约南圣经 等等 这边 就是 这个 旧阅 查考旧阅的 这个地方 你可以按进去 比如说 你要按 撒摩尔记上 你就按 然后 在这里 如果要选择 第几章 第几节呢 就是在这边选 然后按阅读 就把你带进去了 再下一点呢 就是新月圣经 这边全部都是新月 新月的这个翻译版本 比较多 就看大家有空 自己去按 按进去看了 可以看不同 不同的翻译版本 但是鼓励 大家用何鹤本 还有一个 King James的 在这里 因为呢 就是因为 有strong number 所以 没办法 还是要采用这两本 然后要找那个 新月的这些 书卷呢 都是在这边 有一个罗马书 这边按进去 可以选了 还有他的章节 然后选了过后 才按阅读 然后今天 我就看一个例子 秋月的撒摩尔记 我看是撒摩尔记上 第八节 然后 我选了过后呢 看得到吗 比如说 我今天 我读 做灵修 读了 撒摩尔记上 第八章 我就从第一节 读到下面 因为上下文是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 要一个 一节 一节的去读 刚好读到 第五节的时候 我对这个王 好像不是很了解 可能我觉得 我想多一下 多认识一下 这个字是什么意义 在我还没 我们还没有选 这个strong number之前 这些是strong number 有可能你们 一开进来的时候 这个strong number 就是原文偏好 会没有出现的 会是这样子 有可能 因为我开遍了 所以我会出现 都是这样子 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记得来到上面 这边可以 选择放上面 或者选择放后面 放上面 会比较方便一点 OK 当我按的时候 据我号码出来了 号码出来过后呢 我要找这个王 这个王呢 他的号码 4428 但是我觉得 我鼓励弟兄姐妹 再确定 这个4428 就是王 我在 这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 按这里 原文 有看到吗 原文 原文 按进去 就会给你们 另外一个叫做 passing system 就是 智慧分析的 网页 我们可以 其实这里呢 这是这样子的 他 有没有看到 这个 原文 这是 希伯来原文 他一个一个的 搬下来 一个一个搬下来 把它分 分析他 这个网页 就是比较 文学一点 你们可以 去学文法过后的 才回来 这里去了解 但是这一页呢 我们今天只是 要大家 注意一个东西而已 就是刚才我讲的 4428 对吗 那个号码 我要确定 这个428号码 是不是君王 还是王的话呢 我要再确定 我不会找错 那个字 因为一找错 就是找错意思了 所以我就按 428 君王 对 他翻译为君王 那我觉得 这个是可靠的 所以你也可以 在这里 直接按 就进入 他的词典 如果不在这里 按呢 也可以回去 刚才 这一个圣经节 这里 在上面 4428 我们确定是 对了 我们才按进去 好 这个就是 他的日典 这里写 原文日典 这里 我想 上一次 我好像是 没有教大家 在这里 是怎么使用 他 有看到 4427吗 428 有旧月和新月 然后就 strong number 428 428呢 就是我们找的 那个王的字 所以这个 就是428 号码 428出来了 然后他原文 也给你了 然后 在 在这里 下面呢 他也给你一些 拼音 他读着 还有他的意思 在这里 还有华文的 翻译为 王 可以再 往下去看呢 也是 这个 翻译 全部 都可以看到 王 他翻译出来是那么多的 他的日译呢 就是国王的意思 我鼓励弟兄姐妹呢 这一些 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看这些经文 因为有时候这些的经文呢 会帮助我们更了解 更了解 有时候一些字 他的上下文 他在 一些的事故的发生 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 看到他的背景 一个字 他的背景是如何的 支撑他的意思 所以 可以一个一个的答案进去的 然后你们就有更深的认识 这个在下面 我也是觉得也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 有时候这里的意思 是上面那两个 是没有的 所以通常我都会看三个 三个 三个这个section 所以我们就 OK 我们看回去 4428吗 如果我们要看4427 我们就按这里 就是前面一个号码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电脑 我们会按Next 或者Previous 这个就是Previous 就是有一个 他4227 然后4429是他的Next 的号码 就是下一个号码 是这样操作的 然后我们今天是讲要就约 所以必须要按这个就约 如果今天是大家是 查的是新约的 Strong Number呢 就必须要按Strong Number 要不然就会查错 所以我们就按旧约 过后呢 4428我们已经进入了 我们看了他的意思了 然后 这一个呢 4428呢 4428 他的意思就是王 但是呢 他是属于什么类型呢 他是属于词的类型 他不是自根 还记得 刚才我讲有分四层 有分四层的 他就是最下面的那一层青色的 就是词 他属于词的类型 那当我们看词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看不懂词的意思吗 比如刚才我讲的 恩典是什么啊 还是公义是什么啊 还有罪是什么啊 这些是属于 他的那个词的类型 然后我们如何要找到 他的那个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找 他的自根 必须要找他的自根 所以自根要怎么找呢 看这个圆字有吗 圆 圆头啊 圆字以来 呃 圆字 零四四二七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自根呢 我们按进去呢 OK 零四四二七 零四四二七 他写什么 自根型 有吗 这个就是他的自根了 他应该是属于啊 子根 就是child root 他应该是属于子根 他的意思呢 就是这么多的 翻译出来了 Rain King Make Queen Consulted Indeed Make Rue 还有很多啊 华语呢 他们就翻译成 成为国王 或皇后 统治 成为 还有什么 做王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商议 与劝告 然后自根呢 大通常都是动词啊 自根呢 都是动词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名词 我们看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他的动作啊 要看他的动词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名词 他的功能是什么啊 比如说啊 上一次我教的那一课呢 是讲到那个面包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鸡店哦 他们听到 那个米店的军哦 做了一个梦 梦到有一个 有一个 大麦的这个面包 滚进去他们的营里面 所以他就 讲到这个面包 我们是看是名词 面包对我们来说 是很普通的事情 很普通的食物 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哪来吃啊 就是我们生活所需 的这些食物啊 但是呢 当我们看 但是这个 西伯来文他们的思想 跟我们 跟西方人的思想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他们看到一个名词 他看到一个面包 他不会说 他是偶原形 他不单是原形 但是他们更 看重的是什么 看一个面包的功能是什么 看这个面包 他背后 他的意义 他的自根 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上一次我们就查到 他的自根呢 是 争战嘛 所以为什么 神会给那个敌人 梦到呢 是一个面包 而不是轮胎 或者是一个 一个马车的一个轮啊 一个木呢 这样滚下去呢 奇怪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呢 神会采用这个面包 哦 原来他们西波来文 就是很特别的 只要是名词 我们就要看 查他的动词 就看到 哦 原来他有他的意识 在其中 好 再讲一下 讲到那个面包呢 我也说起 耶稣的身体 耶稣说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就是那个 耶稣跟他的门徒 在晚上的时候 有一个 手分散的时候 他就拿起一个面包 他说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西波来文的思想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东西 一个名词的东西 他背后的意义 是很重要 因为他要看 因为他们在看的是 他的功用是什么 所以耶稣为什么 他会说 这个面包 就是我的身体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神会为我们争战 你缺乏 因为基建是讲到缺乏 基建那个时候 以色列他们是很穷困 因为被米店 抢夺了他们 一切的产业 所以他们活得很苦 所以就是因为 神借着基建 拯救了他们 同样的 这个面包耶稣基督 他也是一样的 借着我们手生产 神也会为我们争战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西波来文 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思想 真的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来到这里 刚才我说王 对吗 当我们看到王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什么东西 我现在回去 我现在回去 好 有看到吗 这个当我们看到王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他的功能在哪里 当我们看到王的时候 原来王是一个统治者 他不但是一个统治者 可能他 他必须要管理 他必须要管理 他必须听 有一般有智慧 通小时事的 一般的这个参谋的部门 还有一些 他们的顾问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接下去的王后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当我们看这个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的 就是上下文 上下文很重要 比如说 今天我查到的是讲到国王的东西 就讲到国度的统治 这位国王他如何的为人 等等 都是讲到国王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上下文来 找他的意思 这里不是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采用他的意思 要明白明白上下文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王对 王后也是对 因为都关系到国王 他们国度的事情 统治 当然是王国也是很重要 还有他们的顾问等等 这些都可以采用 因为都是有联系的 过后这个可以不可以采用 跟与这一旁边的国王 这个字的意思呢 也可以 但是要小心 就是要怎么去找呢 要怎么去找呢 可以找到一个 我就是有找到一个是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行走 旅行同伴 道路等等 原来这个字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国王凯旋的行走 有吗 他们打了圣战的时候 那个国王就在路上这样子 哇 他的后面 背后都有一般的 他的战队的军兵 骑着马 他们有时候是走的 也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有他们的人民 拥戴他的国王 就好像我们的王这样子 我们迎接我们的神 就是在 在这个 英文叫Possession Victory Possession 就是他们在 凯旋胜利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走动 所以 可以连接的 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 Ambassador呢 也是关系到国家的 这个大使 这个是不难 明白 当我们这样子 把他联系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看到一个主题 是很共同的主题 就是关系到统治 旅行不行 那我们的王 也是我们的王 对吗 我们的耶稣 也是我们的王 他是那位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也是凯旋 在我们当中 然后呢 他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一个国王呢 他必须要走在人情中 一个国王呢 他如果 身为一个领袖 他不走在人情中 国家有难的时候 他去逃跑了 那怎么 这个国王呢 他已经 失职了 他的功能 已经没有放胜了 就是 他没有 执行他的功能了 所以呢 他 不行神的旨意 我们有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看 其实 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的功能 所以 这个 希伯来文的构制的系统呢 是 这样子 是这样子 是非常的简单的 给大家一个 概念 也给大家认识一下 所以 我们 查这点呢 是这样子的 第一呢 我们看 圣经 华文圣经 是英文圣经也好 我们都是读 这些词 对吗 我们都会读到 这些词 有时候会读到 这一个字根 也会的 因为它是动词嘛 也会的 也会的 但是 我们 我们比如说 读到这些词过后 不明白 然后我们就要找 他的意思 就要点 进 strong number 就会把我们 带进 他的字根 我们一定要找 他的字根 记得 要找他的字根 当你找到字根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 他的那个 意思了 所以他的意思 会很丰富 好 等一下 我们接下去看 接下来我上一次的分享 有教大家看这个经文吗 以赛亚书的53章第四节 我 OK 我要出来了 我们进去 给大家一点点的功课 不懂有没有去查 但是今天我会给大家 我们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53章 以赛亚53章呢 他们 这一章呢 都是述说 耶稣基督是神受苦的仆人 他是如何遭受了 他是如何遭受了这些的击打苦待 然后他是如何为我们该死的罪人 背负我们一切的罪 一切的刑罚都在他身上 他要承受这一切 所以这个都是 讲到耶稣的 遭受的这些的 这些的惩罚的事情 所以53章我们看 比如说我们看到忧患 这个忧患什么意思 通常我们以为忧患呢 读到这个大概是忧虑 可能也是患难 我觉得也是没错 也是没错 但是忧患呢 如果我们再深入的去查考 他的字根 查考他的字根 好 第一个步骤记得 就是号码 strong number 看起来是2483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记得 就是要进去这个原文 有看到原文吗 这个右手边的原文 我们按进去了 我们找2483 2483对吗 02483生病忧患 所以我们确定了 这个号码呢 我们就 哎呀 我跑去哪里了 我们就选择 好 2483就是忧患 这个对了 所以我们就按进去 2483 就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字典 2483这个字典呢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2483呢 他因为有写一个原字 这样说他不是自根的 他不是自根 然后他的意思是病 英文就翻译 英文就翻译比较 翻译是 sickness disease grief 再下一点呢 会 这个会比较详细 他会说 他会比较详细 然后他的翻译 词 有 字的意思是疾病 忧虑 灾难 这个翻译的词是病 忧患等等 在下面呢 你们如果你们要深入的明白这一些字 他就会一个一个的分析出来 也把经文给我们 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 再下去我们也要看 我觉得这里一些 有时候会有一些 很特别的意思 是上面两个没有的 所以我都会在 抄 我会教大家怎么做 就是要做笔记 因为他的字典的意思太广了 不做笔记 你真的是记不来 如果你是真的要分享 或者你是做组长 做领袖 还是什么 你们很想分享 但是有时候 要分享的比较 深入神的话语 我们如果要做 没有做笔记 真的是很难 太多 太广了 他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教大家 怎么做 第一呢 我觉得这个病翻译 OK啦 不是很难 我就 这里翻译比较多 他的意思 我就抄这里比较多 到这里 翻译的词 我去copy copy进来 这个Excel file 如果你们 你们对这个电脑 Excel file 熟悉呢 你们可以这样做 那那些 不会电脑的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有一支笔 我们有书 我们也可以抄下来的 我们可以用一张很大张的字 你可以一个一个抄下来 或者你有办法的 就是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能用纸写给大家 我们只有用这个Excel file 可能你们会用words 也可以 喜欢你们 那我就用一个 这个example 这个就是一塞尔书的53章第四节 这个就是我想找的这个U换的意思 然后我把这个strong number呢 我把它 我放个H 它是2483 我也把它抄下来 然后圆形字 圆形字这里copy太小了 我就去 在这里可以copy 在这里可以copy 它的那个圆形 我觉得圆形字要抄 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 这个不是字根 所以我在这里不会放它是字根 接下来呢 我就再进去 好 这个是词 过后就找什么呢 找字根 第二步 找字根 按进去2470 2470 它有注明了 它是一个字根形 意思说 这个字呢 是字根 这个字有看到上面的吗 这三个 这三个字母 它是字根 就是chow root 还记得吗 chow root 三个的都是chow root 它的意思太丰富了 这个字根的太丰富了 英文翻译这么多 这个king james 是吗 av 太丰富了 华语 也是很多 我是觉得这里等一下可以抄下来 好 我先抄这边 因为呢 它的意思 这里是看到一些的亮点 我们把它抄在 我们的笔记本 除了这个呢 我也抄上面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 很有意思的 这个号码呢 是h我 我会注明h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查新月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区分出来 比如说h 我没有放h 我只是放2470 我以为以后要回来找这个我的资料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新月 就会翻译错 如果我们是查新月了 就前面要画一个g 在它的号码的前面 这样就不会困扰我们 好 接下去 找字根的意思好了 好 我们找看英文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里差不多有看过了 都是跟上面的差不多 所以我就没有去 copy 不需要copy了 因为有一些可能重复的 不需要 好 在这里它有介绍这三个 它叫我们比较 这三个strong number 所以都是有联系的 还记得吗 字根 有可能这三个是直根 都是 chow root 是第三层的 刚才我有给大家看的是 那个黄色的 所以我们也把它抄出来 因为呢 直根跟直根之间 或者都有相关的联系 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先去2342 2342进去 我们就抄它的意思 现在我把这个 把它抄下来 应该是抄这个先 抄这个先 然后再抄上面的 它的意思 然后再抄上面的 这个抄上面是H2342 sorry 我忘记跟你们说 悠患的直根就是这个 所以我会 我会做一个marking 这个就是直根 这样我就 等一下我会再回来 他给什么呢 我们就照抄而已 照抄 2342抄完了 又回去刚才的 刚才这个 直根的地方 2470就是这个2470直根 就不用抄了 还有一个是2490 2490我们按进去 好2490 它的意思呢 就是很多 电路 我们先把它抄下来 我们先抄这个 把它抄 过后呢 我们抄上面了 好 ok 抄完了 我们回去直根 2470是直根 2470 2470是直根 我们回去这个直根 还有最后一个step 最后最后一个step 记得记得最后一个step 就是2470 就是2470那边 我们看上面 大家能认识这三个字母吗 认得它的形状 它的这个母音呢 不用管它 这些AEIOU 那些不用管它 看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记得了 看了过后呢 我要你们找 它的 next number 另外 the next one 就是下一个号码 下一个strong号码 是不是跟它是同样的字母 同样的话 它的意思也可以拿出来 所以认得吗 这个一个好像椅子 这样子 这个好像一个 木人的帐 然后这个好像椅子 可是这个没有关的 你就认它的形状 然后你按2471 因为呢 它的next number 是271 好 我们按271 进去了 这就是2471了 一样吗 它的字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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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这个 这个是它的发音 发音 不要管它 那2471呢 什么意思 哦 高柄 哇 高柄 什么意思 很奇怪 高柄 不用紧 我们先抄下来 只要它的字母一样 我们就可以抄下来 我们就放在这里 下面 然后呢 下面哦 下面啊 第三行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在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是 那上面没有 上面没有讲解的 所以我下面也把它抄下来 它的意思是说 Cake if pierce probably perforated 意思是说这个顶呢 是穿动的 OK 穿动的 好 我们啊 2471 这个再记起来 它的这个形状 我们看下一个 2472 有没有 一样的字母 再一次重复 哦 有四个字母了 我们就暂时 不用再抄了 因为我们对这个 西伯来文 可能不熟的话 我们就尽量啊 就不用去再挖出来了 除非你对这个 啊 西伯来文 很熟悉的话 你觉得这个是 他们都是同一个 啊 字根啊 都有连接的 哦 那你就可以抄 但是 今天啊 暂时 但是我们就不用 去用它了 我们就停在 2471 2471 哦 271 就是高顶 这样子我们已经查完了 查完了 暂时是查完了 当我们查完了过后 我们已经抄了 这些东西 全部的意思哈 都已经把它抄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当我们看到 一个一个的去 啊 研究一下哈 啊 OK 它的意思是 疾病患难 这个是 应该是不难的哈 疾病患难 不难 接下去呢 我们看到 它的字根意思呢 哦 有软弱 恳求 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好 啊 软弱 生病 1A 啊 sorry 1哈 然后第二呢 是取 取悦安抚 这些你你们要看也可以 但是呃 都是重复了 有一些重复 有一些可以用哈 都是重复 它的这个主题哈 这软弱 生病哈 所以会有1A 1B 1C 这个是动词 通常动词呢 有应该有7个字干 啊 上次我有讲过的 啊 动词是呃 有7个字干哦 啊 这个必须要去 读它的文法 才能够了解的 啊 但是我们暂时是 用它的那个 主要的意思哈 我们抄就可以了哈 所以有两个哈 看到的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就看到 啊 旋转 啊 它的意思 这个就很特别了 它的字意就是 啊 圈绕 回旋 跳舞 痛的打转 害怕 OK 啊 说差不多意思一样 的话 我们就 啊 有可能这个 觉得可能意思 很有意思哈 他 他一个坚强哈 接下去 哦 这个H 我没有写哈 H2490 2490 什么意思呢 呃 哈拉 哈拉呢 它的意思就是 哦 呃 蝎毒 哦 有蝎毒 我看狗皮 上的这个意思 你们自己可以抄 你们看到的东西 我只是做一个例子而已哈 啊 不一定要跟的很像哈 啊 还有 我看第二的意思是 啊 挖 钻 透啊 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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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挖 什么 还有一个 我看到一个笛子 很奇怪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的2471哈 这个2471呢 是一个饼哦 它是饼可是它是pierced的 因为这个英文翻本就会比较详细 所以我也放在这里哈 按错按错 钻 对不起 我会比较快一点哈 呃 因为 呃 好了 我们看啊 这里是 remark remark就是说我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 我在这样子 把它拉出来过后呢 我会大概知道它在讲什么 疾病 优历 灾难 好 忧患的意思带有软弱 生病 忧患的意思带有取悦 安抚跟恳求 哦 这个就很特别了 这个我要查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好 为什么一个生病哈 呃 忧患为什么会有一个取悦跟安抚 还有恳求失惠的这个意思呢 很奇怪哈 不用紧 但是我们可以查到它的意思的 接下来 这个就是 卷 卷 绕 回 回旋 跳舞 痛的打 打转 害怕 这个应该不难明白哈 毕竟有一些病呢 哈 是痛到打转的哈 啊 好像有一些 癌症哈 我有听 听说哈 他们的分享哈 有时候他们是痛到 真的是打转的那一种哈 接下去痛苦 造折磨也不难明白哈 坚强也是不难明白 啊 还有吸毒 吸毒 添污 污染 OK 大概可能会明白一点点 呃 吃穿 钻透 哇 应该是 为什么会吃穿呢 为什么会钻动呢 为什么会是笛子呢 所以要查了哈 有可能 呃 这几个 要另外查出来的 还有一个 为什么会是饼呢 哈 就是他是 穿动的饼呢 意思是说 这里还要继续的查 蓝色 还要继续的查 那怎么查呢 要怎么查 呃 好 我们怎样查哈 比如这是第一个 如何查 我们去啊 这个圣经 阅读哈 我们找回 啊 2470 2470 哈 这个是从2470来的 你会看到 啊 24 OK 我们怎么查 比如说哈 我们要找回2470 或者找回2432 啊 其他的这个 啊 字典哈 这个词哈 这个词2432 呃 我 呃 比如说2470哈 我们就在 这个空格里面哈 打24 呃 2470 然后跳到 好 跳到 就会打 把你带进 2470的这边了 啊 然后我们说要找 什么哈 就是 取悦安抚 我们怎么找呢 你们 啊 就是要往下看 找他的经文哈 哦 讲到 二世 呃 这个 恳求的东西 哦 就是在呃 这里哈 大家可以去 研究研究一下哈 这些经文到底在想什么 在讲什么哈 我找到这里呢 是有 讲到 啊 按进去看哦 好 王对 神人说 请你为我 祷告 求 耶和华 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 复原 于是神人祈祷 耶和华 王的手 就复了缘 任如寻常 一样 哦 这个就是因为 这个王呢 他的手 已经 啊 有问题了哈 所以求 神人 为他祷告 嗯 他的这个 二世七零 在这里哈 二世七零 所以是 恳求祷告 啊 就是说 哎 我看到一点的亮光了 哦 原来 他生病 是可以求神祷告的 啊 他生病 真的是可以 恳求 恳求 神的恩典 啊 透过神的恩典 啊 跟神求 神就听了他祷告 他就 他的手就 赴了缘 啊 忍如寻常 一样 啊 所以我就在这里呢 我就觉得 哎 我读到这个经文 我觉得 我感谢主 我看到一点的亮光了 原来 生病呢 是我们可以求神 医治我们哈 我相信大家也有经历过哈 神直接医治我们哈 然后有的 呃 生了一些病哈 很严重的 上帝就奇妙的 这样子的医治了他们哈 很多的见证哈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 查到这个字的时候 跟祷告跟恳求 寻求恩贵的时候 哎 哦 原来 有这个字的支撑 哈 这个 悠患呢 有这个字的支撑哈 哦 他的意思 哇 更广了 哦 原来我们可以 虽然是有悠患 有疾病 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哈 所以我们就从 这里看到一些的亮点了 所以你可以写哈 你可以记录一些的亮点 啊 然后我还是要有 呃 跟大家 啊 分享一点的 就是好 因为有太多经文 对吗 有时候我们 按进去哦 看随便按一个哈 呃 我们必须要找上下文 哦 这个是呃 这个是出埃及 记得32章11节 摩西 便恳 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说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百姓 发列诺 那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哎 奇怪 这个好像跟疾病 好像没有关系哈 如果你觉得他上下文哈 你可以看这个整个的32章的上下文 如果跟疾病 呃 没有关系呢 那也无所谓啊 就啊 就不用选这个经文哈 啊 他他恳求是真的像神是恩典的意思了哈 但是我们看不到什么 我们就不要啊 勉强的翻译他哈 我们查经文啊 我们翻译神的话语 记得记得哈 必须要有啊 上下文来来做我们的这个支撑哈 啊 一个啊 这样啊 他的意思呢 必须要看哈 前面下面哈 还有他的整个的 呃 意义哈 整张 整张 整个经文的意义 才来啊 定义 那个字的意思 会比较好 啊 如果不会 不懂 不用紧 放一边的 放一边无所谓的 因为啊 神的话语呢 是太丰富了哈 啊 我们真的是一生学不完的哈 不明白也不用紧 我们就跳过 就去查别的 会的我们就学起来了 因为 因为当我们学到神的话语哈 单单一个字呢 给你很大的亮光的时候 你就很开心了哈 可能一个礼拜你都很开心了哈 因为上帝跟你说话哈 他给你一些的应许哈 啊 这是很丰富 很特别的在这里哈 所以啊 我在这里强调 啊 有好多经文 一个一个的去看 如果真的有时间哈 你会找到一些的亮点 是这样找的哈 除了这个 在这边找之外呢 我们啊 也可以去 试点 试点呢 我想在 有个蓝色 我有做记号的 啊 OK 崔笛子 啊 崔笛子呢 嗯 如果我们在 这个 我在这里找 找到崔笛子哈 他的意思就有一点 翻译不出来哈 翻译不出来 我就去了英文的这个 啊 英文的这个website哈 嗯 Blue Letter Bible 就是刚才我介绍大家的 他是 我这个是我自己查出来的 嗯 很快的哈 啊 OK 我放大哈 他的意思呢 就是 笛子哈 笛子 他的意思在哪里啊 他的意思是穿孔的这个笛子 因为笛子呢 他 他是一只啊 木作啊 还是铁作都好 但是他有好多的 好多个洞哈 所以 这个字呢 意思 他的意思哈 他的主要的概念是什么 他主要概念是 赤 啊 因为钻 所以就有一个洞 他的意思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疾病呢 疾病哈 他 一个人哈 他为什么会那么痛 被刺哈 疾病会治疗 那个哈 身体哈 然后在 我在这个英文版呢 我找到他的 拜的意思呢 他的拜意思就是说 他们吹这个 这个笛子的人呢 其实哈 在新月 马太呼吟第九章 二十三节 耶稣进了那主管的家 看见有吹笛的人 和喧哗的群众 就说 出去 这里还不是死了 只是睡了 他们就嘲笑他 哦 原来 呃 他们新月时代 他们呃 有上你的时候 他们就会请 一般吹笛子的人 来吹 这个啊 一些的音乐 因为笛子的声音呢 是很优异的哈 很优异 所以 就是好像上女 这样子 他们就是吹 啊 为了是要哈 做一些的啊 这个上女 办理一些上女的事情 所以他 就是带有这样的意思哈 优异的意思 所以呃 所以笛子是有关系的哈 跟这个 悠患哈 他的意思是有 然后 呃 如何找呢 哈 这个是没办法了 要去英文的 那个 呃 这个 呃 Blue Letter Bible 是有啦哈 Blue Letter Bible 是有 呃 在华文的这个圣经阅读呢 可能是 嗯 有 但是他解释的不是很清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 呃 去哪里 掌 他是 2490 是吗 呃 吹笛子 看到这里一个吹笛子吗 我们随便按进去网上哈 略网记上哈 呃 哎 好奇怪哈 为什么 众名跟随他上来 且吹笛 大大欢呼 声音震地哈 哎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欢呼的事情哈 啊 我们查那个 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英文的那个字典里面呢 啊 吹笛子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他们啊 欢呼 在节庆的时候呢 他们会吹笛 会很欢呼的哈 来庆祝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就是上你的时候 他们会吹这种 声哈 第一次哈 所以他有两个意思 所以你必须要看你的上下文是讲的什么 哈 所以啊 我就选择他是属于悲伤的 啊 在这边的笛子哦 他的字典哈 可以在这里看哦 呃 这个右手边的 有一个写字典 好吗 字典 这个是呃 圣经哦 兴望爱他们 呃 这个工具 所 发的这个字典 嗯 有底有消 哈 我们可以按进去看 呃 大家可以慢慢看了哈 我有看过了 但是看不到 呃 更详细的呃 讲讲 描述啊哈 这个笛子 作用啊 还是 他的用处在哪里 呃 呃 所以 没办法哈 真的是没办法哈 没有其他字典 除非 他们以后会update咯 更新呢 我们再来 回来这里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你们可以去 Blue Letter Bible 呃 啊我可以在这里先 讲解一点点哈 这个就是Blue Letter Bible的那个website 一个软件 如果在我们当中啊你们对英文也是比较熟悉的话 呃可以就很快跟你们找 讲说去哪里找 啊 看到这里一个study的webs吗 这里study的webs哈 呃 呃 按这个Encyclopedia哈 就是那个百个前书还有字典 在啊你们可以按进去了 就可以看到你们啊 你们啊 要找的一些东西哈 呃 ok 有出来的是吗 好 因为那个笛子是pipe吗 P P吗 在这里选P咯 P ok P P P I PE 所以我找P I咯 P I在这里 ok 好 我们就 scroll进 下来就看到 应该是 pipe ok 我们按进去哦 pipe有几个哈 一个两个 piper 我们就按第一个 我们就进去找 ok 啊 往往速有一点慢哦 好 这有几本啊 这四 四本的这个dictionary呢 啊 我pipe呢 我是在这里找到了 哦 哦 我在这里 读啊哈 然后我就哦 明白哦 原来他是为 欢乐的节日用 跟上礼的时候用的 然后他的声音是有点 郁郁啊等等 是在这里找 哈 所以呃 没办法哈 字典 华文没有的哈 这个星华爱 他的字典呢 他不够丰富 就必须要去英文的那个网站那边找哈 好 回来哈 再 再给大家看 其他的啊 你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找饼 ok 饼也是哈 饼呢 因为他是这个 穿动的饼哈 我们看二四七一哈 二四七一 我们回去圣经 二四七一 圣经 哪里了 找到 有时候我们他的 ok 找到了 我们必须要找回他呢 这个呃 词典的这个网页 才能找到哈 啊 如果找不到就一个一个按了哈 上面的一个一个按 二四七一 我们按了跳就会跳出来了哈 二四七一是什么意思 他们 刚才我们抄下来的哈 是橙色饼嘛 我们抄下来他有讲到说饼 我们可以看橙色饼 啊 这个橙色饼呢 就是 呃 他们 啊 啊 那个圣殿里面哈 放了啊 六个鱼六个的这个橙色饼 在一个桌子哈 啊 这个饼呢 是 怎么讲呢 是有洞的哈 然后是 啊 无效饼哈 无效饼 啊 我们可以按进去啊 了解一下这个 经文是 说什么哈 啊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橙色饼的嘛 平时我们的啊 教会呢 牧者有分享啊 有讲到橙色饼啊 这些东西 我相信 呃 大家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了哈 很清楚的概念 啊 所以我再次也不多说了哈 你们可以去看 如果你觉得橙色饼 啊 他的这个啊 字典哈 你也可以进去查 好 再一次哈 呃 二四 二四七 OK 这边可以 可以按哦 出现经文 二四七一的凡是 二四七一的经文 他都会列出来哈 他 我觉得他跟这个下面的哈 也会一起的列出来他的经文 所以呃 我们按进去出现经文 就会按出来了 二四七一 哦 无效饼 一个调油的饼 无效西面饼 饼哦 饼 要用有效的饼 合为感谢 现的平安记 哦 OK 他是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要查字典呢 哦 这里没有 没有给我们 二十 出埃及记 二十九 第二节 好 如果 这里找没有 就要按进去一个经文哦 在这个整 整个呃 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哦 在呃 这边字典 好 按进去字典呢 我们可以选 他是呃 饼吧 应该是饼 好 在你们可以去原读哈 他的字典 他会介绍什么是呃 呃 橙色饼啦 等等 好 当我们 弄好了过后呢 我们就会呃 把它呃 呃 一一的呃 呃 列出来 然后把你的心得哈 你所学习到的心得呢 就放在 呃 这里啊 你可以 写你所 学习到的什么东西 做记录 那以后呢 你要分享呢 呃 这里你的呃 资料已经 准备好了哈 准备好了 那我在这里 我就把它 做成一个 怎么讲的 一个图 给大家看 哦 好 呃 呃 呃 我就做了一个图 给大家看 好 有看到吗 第一个 我们刚才读了 那个 他 他担当了我们的 优幻 这个是我们找的 这个词 他的strong number 我也抄下来 二四八三 所以我找出 他的字根 跟他的相关 单词哦 是在 以赛亚书的 五十三章 第四节 我 呃 当我按进 二十四章 呃 所以 呃 优幻 page二十八三 是我的这个 呃 关键字 哈 啊 我就把它全部的 这些意思都已经找出来了 就是刚才我用一个 excel的方式 哈 一个一个把它搬下来 然后把它整理成这样的图 然后我们就看到 这样子会看得很 很 清楚 哈 他们的这个彼此之间的 关系哈 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哈 哈 这个 共同的主题 因为 以赛亚五十三章 都是讲到受难的 这个 啊 仆人哈 受苦的仆人 所以都是与一种 疾病有关系哈 我们看到 哎 这个 痛的 打转的 然后我们看到软弱的 生病的 然后安抚的 啊 我们看到 污染的 钻透的 这些 笛子 哎 这个好像 跟我们的身体有关哈 就是跟我们 physical 的 sickness 有关 啊 我们的肉体的疾病有关的哈 所以 我这个真的是看到一个亮点的 啊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 穿孔的无效饼 哎 为什么会是穿孔的无效饼呢 难道 这个 无效饼是一个 圣洁的饼哈 是一个 神要我们哈 领受他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 其实 那个 shoe bread shoe bread 这是橙色饼呢 是祭司吃的哈 我们每个 安息日呢 他们都会 啊 更换哦 他们的十二个 橙色饼 然后 祭司就是会在神的面前吃的 然后 这个是很神圣的哈 这个饼 那我们都知道哈 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个呢 耶稣说呢 这个饼是他的身体 所以这个饼呢 是有串通的 那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他的鞭伤哈 他的身体被刺 他身体被鞭哈 他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的疾病有关系 有看到 这个意思吗 你从 这样子找出他的这些 鞭匙过后呢 也找出他的资根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picture了 哦 原来 一个人生病 不但是 不但是可以祷告神 也可以守圣餐 也可以 跟神连结哈 从这个橙色饼呢 哈 就是神给我们生命哈 给我们营养 我们自用以食精赐给我们 就是平时我们啊 这个 的需要 我们肉体的需要哈 还有灵性的需要 神都会供应我们 神都会医治我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一个啊 给大家一个看到哈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查资根 啊 为什么要查资根 因为他可以告诉我们很多 他的意思 这个资根啊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资根哈 然后呢啊 这个笛子啊 是另外一个啊 超日来的 好 超日他的 他超日他也有他的词 他的词就是这个无效饼哈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可以找到的是另外一个 资根 但是我们找不到他的词啊 那也无所谓 因为 当然这几个已经很足够了 给我们看到一些的亮点了 好 所以 感谢神了 真的 神的恩典 好 那在马太不音 第八章 十六十几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扶的来到耶稣的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呢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感谢神了 你看信业圣经 正是了这个 以赛亚书所记载耶稣 他为我们鞭伤 他为我们受喜欢等等 就是因为他不单是 拿掉我们的罪 而且呢 他也医治我们 他也医治我们 所以很感谢神 他的允许 神 他永远 他所说的话都不落空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医治 我在这里指给他看 并且 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哇 这个是很 很震撼的 最后呢 最后呢 有一个诗人 有一个犹太的诗人 他名叫比亚利科 他说 他发出一个很感叹的一句话 他讲 他讲参阅翻译本的圣经的感觉 就好是 搁着面纱 亲吻一个新娘 He who reads the Bible in translation is like a man who kisses his bride through a veil 哇 什么意思呢 就是阅读翻译本的圣经 就好像我们华文版 或者是英文版也好 日文呢 还有其他的版本的圣经呢 那一种的感觉 就好像是搁着一个面纱 去亲吻一个新娘 所以呢 我们神 感谢主真好 因为可以透过圣经工具 我们可以解开那一层的面纱 让我们呢 能够深刻的认识和凌冽 其中他的原文的完整的意思 所以感谢神 这是我在这里的 我要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结束了我的分享 非常的好 谢谢你 我们毕业的时候 牧师给了每个 professor的certificate 非常好 非常好的意思 如果我们去领受到那个Mazza bread 那个一夜节的时候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蒙饱腹 就是因为吃那个Mazza bread 现在这犹太人 他有一个洞 一个洞在那边 稍微联系在那边 哇 非常的好 我都没有去看到 没有去领味道 当我们去查考的 看到他有很多的地方 好像我们的Kizlek 那个生产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维尔文交战 这个是这伊斯 哇 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只是看到故事 可是当我们去看到 这些原文和他的志根的时候 就是好像那个 私人拿起那个杀子 去看到 哇 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 犹太人的这个话语中 他是action orientated 所以这个里面都是回去一个洞词那边 所以给我们去领受到神的话语中 其实我们的华文也是 这样写就好像传 传啊 这是一个州 一个八口 他是描述一个故事出来的 好像公义 公义是上面个羔羊 下面个我 所以我们 我们的主族 我相信 以前 那个华文字中 读圣经 他们的圣经的话语中 他们写在这个 华文字中 就带函 就好像 西派来人写的这个话语 所以我们 会 我们非常感谢 李彦 姐妹 他这样的用心去 这个事 他拉了 很多天 很多天 几个月 不知道 所以你一下子看 一定不会的 你们要重复的 我自己也要去重复去看的 所以 我们希望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接下去 以后 看几秒 去 例子 他的例子 出来 所以例子 非常的好 那个一个例子 关于那个 面包里面 四十级的面包 他可以带你 到那个 成事饼 所以成事饼 拿起的圣章 在北部 地人在北部来 成事饼 摆在北部那边 这都是有意义 在那边 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原来是看到 那个新人 拿起来的沙子的时候 多么的美丽 多么的深奥 我们被神的话感动 那么 我们就像这样 被神的爱 包围 就这样 所以我 我希望 你们去 去听 那些录取来的 会翻译出来 会翻译 在那个YouTube里面的时候 我们 再次去看 当然 我知道 不是全部 会领受的 我本身听了 我一定要 再听过 我希望你们 再一次再听 然后 持续地听 因为 上帝给教会 在这个期间 祝福我们 这样多的 这些老师 来帮助 做 我们的教会 给我们的教会 能够增长 我是真的 感恩 我们有 我们有这些 神的恩高的 孩子们 能够来去 祝福 我们的教会 所以 这样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 可以停了 然后 在接的时候 我们会再通知你们 再通知你们 谢谢 连姐妹的 用心的 帮助助我们 你们 跟她说一些 感恩的心 感恩的话语 谢谢你 连 我们再接你去听 上帝祝福你们 大大的 祝福你们 好好的睡觉 主想长寿 福悲满意 一生一世 必无恩惠 使爱 跟谁说你们 风求一世的名字 Amen Hallelujah 非常好